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切红椒去自切凉丝 碗中放入一勺淀粉加入清水 加入一点食盐进去 平底锅烧热放入手油 油热后放入豆腐煎炸 底面煎黄后放一面继续煎 表面煎黄后出锅装盘 另起锅烧热油 油热放入青红椒翻炒 倒入西红柿炒出汁 倒入西红椒 倒入打散碗 倒入西红柿变黄后倒入淀粉 倒入干肃缠续煎黄后倒入糖 炒豆腐翻炒 倒一点湿盐 少量的鸡筋 继续翻炒鸡盐 倒适量的水电上 大火慢炒收汁 汤汁变浓稠 即可关火出锅 装盘 一样美味的西红柿豆腐就做好了 吃起来酱香可口 超级下饭 喜欢就赶紧试试吧 欢迎点赞转发评论 加关注哦 感谢您的支持